台湾友邦国家瓜地马拉第一夫人裴若莎率领参访团到台中 市长胡志强亲自接待 裴若莎夫人对于教育相当重视 这次来台参访外交部特别安排参观台中市爱新家园以及玛丽妈妈庇护商店 看到台湾不仅对身上朋友相当友善而且还提供就业机会 夫人表示高度认同 那这次看到台湾的一些景况呢非常的感动 甚至可以说是很激动的一个心情 因为看到呢贵国在照顾弱势的时候 可以堪称是一个典范让我们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被照顾的人呢他们充满的活力 而不是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而是不断的有很多的活动跟学习 那透过音乐透过美术透过一些记忆的一个学习 我们刚才在跟外长夫人特别提到 说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学会去 能够在我们国家来执行来 让我们的人民跟我们的弱势 能够也有更好的服务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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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妈妈 难得有外宾来到商店参访 玛丽妈妈也拿出招牌面包招待贵宾 这个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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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他看玛丽亚非常佩服 她说非常羡慕 希望能够复制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也希望啊 世界上的小朋友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能受到更好更多的照顾 他对于职业训练特别有兴趣 主要是指对谈障朋友的训练 大概来看这个店 跟在玛丽亚都以这个为重点 台湾市努力打造爱新城市 这次友邦国家指名参观 用心有了成效 市长胡志强做足了李子 也赢了面子 简据台中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